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一点的节奏 轻松一点 第一个问题 最近新闻报道的马自达会搞一台六缸后驱的新马六 是真的吗? 珍惜待 求爆料 跟大家来报一点料吧 很多马迷都会很关注 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真的 虽然我没有得到过一次官方的认可 我每次问官方人他们都说 不告诉你 他们就这么说了 我不告诉你 他们也没有说不会 但是你看马自达最近展出的有一台概念车 叫做Vision 怎么忘了 但是那个是银色的 很长的车头 很短的尾巴 四门的 那台车其实把它的整个造型再稍微合理化一点 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代马六 当然这也意味着下一代马六会很潇洒 但是空间可能会比现在的更加的让人堪忧 现在大家都说马自达空间堪忧 但下一代做后驱之后只会更堪忧 为什么三十万左右的B级车后驱那么少 这是续着上一个问题来的 其实后驱本质上它是一个复杂的方案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复杂的东西就是高级的 因为复杂意味着你浪费了很多资源 你花了很多不必要的资源进去 就跟我们把一个厕所相经一样 那些都是不必要的资源 但是你相经了 所以你高级 你比别人高级 后驱其实是一样的 后驱作为汽车来讲 它是一个传动效率比较低的一种布局 因为它有条传动轴 重量高 占空间 空间利用率低 产本高 费油 当然它从动态角度来讲 它有它的优势 比如说它的后轮驱动的时候 应对大马力 车子会更好操控 起步会更快 过弯的时候 转向的手感会更好 但是总体上来讲 后驱的这个技术方案 是属于一个比较高耗能的 比较低效率的方案 比较浪费的方案 那30万左右 它可能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 30万以下的车 大家都不太经受得起浪费 30万以上的车 大家可以承受一定的浪费 去彰显自己的豪华和尊贵 所以30万以下用后驱的车就非常少了 为什么很少有后置后驱的车呢 成本很高吗 家用车做成后置后驱 会不会操控更好 这个朋友请你可以去百度和谷歌一下 后置后驱的轿车 在历史上其实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最著名的大宗的夹可虫 它就是后置后驱 还有保持也921是台跑车 还有菲尔特的126P一个小车 还有现在的奔驰Smart 其实还是后置后驱的 但是大家看到这些车 要么就是老古董 要么就是奇葩 要么就是现在的特别小型化的车 因为后置后驱 它直接把发动机做成小小的 放在后轴上驱动后轴 它可以把传动系统最大程度的紧凑化 前面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 这是它的好处 但它有一个极大的坏处 就是后面会非常重 前面会非常轻 这时候这个车其实操控是很差的 最典型的就是保时捷911 作为一个超跑性能很强的 在历史上整个七八十年代的保时捷911 都是以难于驾驭臭脾气危险容易撞车来著称的 原因就是它太容易甩尾了 它尾部的惯性很大 前面又很轻 所以这个车一甩起来之后 就惯性很大 很难去救车 经过后来几十年的演变 加了很多电子辅助系统 就优化了很多车辆配重的时候 保时捷现在才把911做成一台 很好操控的车 但是你看没有其他厂家 再去做911这样的后置后驱车 这就证明了后置后驱 其实是一个很难驾驭的一种布局 它也没有带来什么真正特别好的好处 因为你说结构紧凑这个东西 我们把后置后驱变成前置前驱 这不就是结构紧凑吗 但是前置前驱的车在操控体验上 会比后置后驱车要好很多 轮胎的抓地力 静音耐磨这三个方面是不是冲突的 可不可以三全其美 我很简单地跟你讲 这三个是冲突的 但是也是有一个相对水平线的 比如说一个2000块钱的胎 跟一个500块钱的胎 它可能这三方面的评价 2000块钱那个胎可能是867这样的评价 或者说极端一点吧 864 而500块钱那个胎呢 它有多少呢 它可能是654 就是这么一个差别 就是说2000块钱那个胎 你看它冲突性更加严重 但因为它贵 它就算是最短板 可能也比一个便宜一点的全面的胎 它要更加的好 表现更加的好 所以要看横向的绝对的水平 不要只看那个偏重性 当然越是贵的轮胎 它越敢于去突出自己的性能特点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超级操控胎 那它的静音有可能就做得很烂 但是现在有些超级操控胎 因为它卖得很贵 它的配方也非常好 所以它的静音也上去了 它很有可能 比如说你买一个3000块钱的操控胎 它的静音比你买一个300块钱的 所谓的静音胎都要好 会有这种情况 汽油车为什么不通过改进气动的外形 来降低油耗 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朋友提的 应该是拿汽油车来跟新能源车比较 因为很多新能源车 他们都强调自己说 我的风阻气速很低 而且你看它那个外形 就设计得好像很气动一样 但实际上原因就是 汽车在什么时候最需要注重空气阻力 就在开到高速的时候 时速在80、100或者120以上 空气阻力成为了这个车的最主要的功率的消耗 而对于电动车 新能源车主要我们讲电动车 电动车它在高速的时候 它的能耗是最大的 这时候如果再加上很强的外部阻力的话 它的能耗就会进一步放大 于是就会使得电动车在走高速的时候 能量会比它在走日常市区会急剧的下跌 就会出现很恐怖的高速能耗 电动车为了消除 或者说为了减弱短板 它们就必须要把外形设计得非常的流线 风阻气速要很低 但是汽油车不一样 汽油机其实在高速的时候 是处于一种理想工况 低转速运行 很平稳的功率输出 所以这时候汽油机的阻力并不大 它其实可以气定神仙的行驶 一点点空气阻力 它轻轻松松就可以克服了 所以汽油车就没有那么大的急迫性 去把外形设计得很气动 当然如果你这个车在设计上 它只是作为日常驾驶的 很少在设计取向上 很少超过100公里的 像这种越野车 它们就不考虑什么气动了 像日本的一些小K咖 像我自己刚买宝钧E200 那个小日常的代步小车 它都是不考虑气动外形的 为什么说越野车的三把锁比较牛 其作用和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我今天放了三个越野车 就锁住四个车轮均匀的分配 这时候你任何一个车轮遇到一些状况 或者说三个车轮遇到状况 我们在越野的时候 比如说泥坑、泥沼、沼泽 或者说车轮悬空 只要有剩下一个车轮 还有抓地力 我们就可以确保它有足够的动力 带领这个车前行 可以有更好的通过性 如果你没有锁 这些动力就会通过差速器 流失到那些空转的车轮上去 因为差速器的一个原理就是 哪里转得快它就去哪里 所以只要这个车轮空转了 它转得快 动力全部就去空转车轮了 这时候我们加把锁 不让它空转 左右两边是同时转的 这样这个车就会有更好的通过性 我建议你如果真想非常弄懂这个东西 你去买一个小孩子玩的那种四驱车 就是那种竞速的四驱车 它那个左右两边就没有差速器了 然后你去感受一下给它一个那种 比如说你这边放本书 这边是平的 你让那个车爬上去 你会发现它两边是固定转速的话 它是能够爬上一些很崎岖的一些道路 但是如果你买那种 有没有带差速器的四驱玩具车 很少 有是有的 但很少 有些遥控车是有的 但如果它没有这个左右两边 同时转的这个功能的话 它这个动力就是 只要有一个车轮一顶住了 受到阻力了 它另一个车轮 整个车就没有力了 就上不去了 小孩子从小给他们玩一下 接触一下这些东西会比较好 车远了 为什么一些豪华品牌的入门车 还用脚踩式的驻车和扭力量悬架 这不是狠掉档次吗 这问题有一点点像我刚才说的 浪费的那个事情 就是豪华车 你固然可以在所有的配置 所有的技术形态上 都用一些看起来很复杂的东西 你可以去忽悠人 或者说去唬人 就我的东西都是很复杂 你看这一些工艺很复杂吧 所以你要多给我钱 这是一种提升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 但是也有一些车厂 它的设计师思维是从体验出发的 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不错的体验了 那我不如在这个地方就让它简洁一点 或者就让它的成本能够控制下来 我把这个成本花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把车厢做得更加的漂亮 那所以你如果去揪一个车 它有哪个点是一个短板 是不高级的 其实任何车都能揪得出来 可能就那种完全不惜工本去做的 卖到几百万的车 它可能你是揪不出来 但是只要是有成本控制意识的车 都能揪出来 但我说到成本控制意识 你问我说入门级的豪华车 那入门级豪华车 当然它要去控制成本了 但我还想要说一点 就是像脚踩式驻车 像扭力量悬架这些 很大程度上也跟它所用的平台有关 平台决定了它用什么样的技术 而很多的入门级的豪华车 它的平台是跟同集团里头的 非入门的一些其他的车型是共用的 比如说奥迪A3 它的这个平台 它其实是MQB平台 MQB平台在大众里头 从10万块钱到30万的车都有用 那所以奥迪Q3它可能就 服从于这个平台 就用了这个平台的一些通用的技术 那当然脚踩车 脚踩的驻车一定不是潮流 一定会越来越少的了 但扭力量悬架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它不会消失 它也不代表体验差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怎么这期这么多无脑又不客观的问题 很多问题你自己上网都查点信息 就全知道了 我是不该用这样的语气 我应该用 怎么这期这么多无脑又不客观的问题 很多问题你自己上网去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其实挺有代表性的 我也见过不少人这么提 但不一定是这样的语气 大致上这个意思 有人说这节目越来越没养分了 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不想点开看了 其实我都能理解 那我一直会给出两个回应 第一就是SYP做到这一集已经192集了 马上我们要迎接第200集了 总共我们如果按每集平均10个问题算的话 我们总共已经回答了2000个问题了 拜托各位自己想一想 2000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可以包罗万有了 确实我觉得也是 而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伴随着我们这个节目 一直看过来的 可能你没有看足这么多期 但你可能看过大部分 所以我现在在选的问题 其实就是像这个塞牙缝一样 就是选一些可能有些猎奇性质 或者是之前没有被回答过的 不是很主流的问题了 如果你想知道想听一些主流观点的话 你可以去看往期的节目 那对于这样的朋友 其实我有时候在后台我会回复你们 我都会说恭喜你 你已经上道了 你已经成长了 你已经可能在一些知识上 已经跟YP能够相提并论 甚至有些超越我了 有更广的见识 有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甚至有时候你听了我的解释 你不认同你马上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这是我由衷感觉到非常高兴的 这甚至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动力 我就是希望让更多人 知道了这些知识之后 以后就不要再问了 这就是成功了 或者说你知道这些知识之后 你去跟你身边的人去传播这些知识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 这是第一个回应 第二个回应也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 有很多的问题 简简单单的 他可以去百度上查 他可以自己去问一下身边的人 但他为什么要问我YYP呢 其实不就是想听我唠嗑一下吗 就把我当作一个朋友 看看我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的看法也不代表一定是正确的 甚至有些 有时候我也会犯一些低级的知识性错误 以前也两百期过来了 也道歉过很多次 有时候也会踩一些雷 同时有时候有些问题 我自己也要百度一下 学一下再来跟大家回答 但是我把大家当朋友 可能这个就是跟大家唠嗑一下 你问到我了 我就说说我的观点看法 我也没有什么压力和包袱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这样互动挺好的 欢迎一切的互动 OK 谢谢大家 拜拜 感谢收看ASYP 拜拜 拜拜